其实我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修改 我暂时可能就不先修改它了 所以我就直接先把它关掉 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还是要赶快画一些图出来 首先我们先看我们的资料 这张资料表的资料 所以怎么样去看我们的资料表 本来我们是这个样子呈现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看资料内容 所以你可能会打开来 请问一下我这边 因为这个资料清理我已经都做好了 所以请问一下棉各位请问统计棉 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它是文字 然后收入组类 收入次类 它都是文字 你当然会希望看到内容在做判断 所以我现在给你看内容 所以要点左边这一个资料 然后点下面这一张棉 可以看得出来它都是文字 它都是文字 可以吗 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学号它是文字 你不能说把所有数字都当作是数值来处理 像2011加2011加2011 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可是所以因为它是文字 你可以把它计算只能算次数 例如说2011出现几次 好接下来收入组类 这都是文字没问题 收入次类都是文字 各位懂可以了解什么叫 什么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还有像那个 什么所得收入总计 还有它这里面有什么 平均每户人数 平均每户成年人数 好反正就是我到时候想要去算这些关系就对了 它有这么多的因子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总平均 总平均对 对我们来做计算 我想要知道是哪一个现式的平均 所以这个总平均真的不重要 好不过我也附上附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要去讲说 我想我们可以算什么 所以我们先画第一张图 你要懂为什么要画这一张图 好我先给你们看原本的资料结构 最原本的资料结构就看 好我想请问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算一件事情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所得收入总计 所得收入总计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新北市 所得收入总计是138万 这是一个人年平均的一个收入 台北市是170万 桃园市是144万 有看到这些数字是讳计出来的 可以吗